为什么他们都那么有钱 你好我是易公子 今天我们就要来聊聊 文物界的隐形大塔 青铜器 想到青铜器 你脑海里面 首先浮现出来的词是什么呢 是祭祀的礼器 还是王权的象征 还是神秘的三星堆文化 可能都有 因为我们的语文课本上 都学过 但是呢 其实我即便之前学过他们 到了博物馆之后呢 我最先忽略的还是青铜器家庭 因为我每次走进去 我怎么看都看不懂 直到有一天 我才终于发现 原来青铜器 就是古人最奢华的餐具套装 我想如果你去看过博物馆的话 一定看过这个东西 没有看过或者你不知道是什么呢 也没有关系 如果我们把它还原到三千年前周天子的饭桌上 它可能就是这样子 没错 这就是给周天子一个人用的餐具 而且功能分类还非常讲究 比如这个用来装各种肉食的生铜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 你妈在家里装红烧肉的大板 后面那个长得像高脚杯的豆 它跟海底捞用来装蘸料的味碟 是一个形式 还有这个就是喝酒用的绝 还有两个长得像小模糊的耳朵 过滤酒渣用的其实就是现在的酒杯 还有古人当做饭碗的鬼 就是来装粮食 一般容量都有一到两升 感觉这个古人的饭量非常大 这个放在餐厅中间下面生火的叫做 破顶就是古人的纯肉火锅了 在它旁边这个煮饭的叫粒 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电饭包 而且这还只是一小部分 如果把周天子他们家的餐具全部列出来 那可能有这么多 怎么样像不像你家厨房的13件套 说到这里你可能会不服气的 我家也有啊 所以没有什么了不起 但是如果我们真的穿越回去的话 有可能一件都用不起 咱们单说这个装肉的生顶吧 这个顶只有九五之尊的男人周天子 才有资格拿九个顶来吃饭 而且他那个九个顶里面装的还是不一样的肉 你看如图所示 天上飞的地上跑的 他可全都能吃到 底下的贵族呢 就没有那么好命了 但如果像我这种小老百姓穿越回去 我可能连用顶的资格都没有 所以啊 有这个财力 咱也没这个命啊 更何况 我们也没有这个财力 因为青铜很贵 铜呢是人类在远古时期的活动当中 最早使用和发现的金属了 人们在这个野外采集的时候 发现了铜这个东西 这个铜的东西不错呀 唯一的缺点就是它太软了 后来味当中再把锡丢进去发现 诶 硬了 于是铜和锡的合金就成了青铜 其实青铜器这个名词啊 是我们现代人的说法 古代人不叫它青铜器 叫极金 极金呢 它的颜色有点类似于现在的玫瑰金 你就想你如果吃饭的时候 这个满餐桌上都是这种金灿灿的这个金气给你一种什么感觉 是不是非常的富丽堂皇 那为什么后来呢 慢慢慢慢变绿变黑的呢 那是因为在地下千年形成了这个氧化作用 然后它的这个外部啊 有一层厚厚的铜锈 所以才叫它青铜器 但青铜为什么那么贵呢 因为第一本身我们国家是一个缺铜的大国 本身铜的产量就少 第二呢 炼铜的过程它非常的复杂和麻烦 我相信你可能也没有耐心知道这个青铜器到底是怎么演练而成的 所以呢 我大概花个半分钟左右的时间结束这一切 首先备料雪泥 然后给泥搓澡 制作模具 夯犯对合 雕刻花纹 注意 有可能光是这个雕刻花纹就会去掉你半条命 在那个时候非常流行两种花纹 一种是饕餐纹 一种是凤鸟纹 大概长这个样子 请在弹幕上用一个字形容你看到它们之后的感受 难 就拿这个大酒罐子来说吧 当时它的这个雕刻花纹的设计跟制造过程 有可能是这个样子 爸爸 这次酒罐的设计草都出来了 之前您说您喜欢饕餐 那这样行不行啊 画的是不错 但这设计也太简单了吧 别溜白 尽量填满一点吧 爸爸我又多画了几只凤鸟上去 您看行不行啊 嗯 有点意思 不过这个腰部还是有点空啊 你再加两只龙上去吧 爸爸爸爸这回总可以了吧 我不仅加了两只虎头双身龙 而且给您多加了一条飞冷 绝对滑的一批 但是怎么没有底纹啊 回去再给我加个底纹吧 所以你看单单这一尊酒器 它就让工匠们做了十只滔铁 十六只凤鸟和四只虎头双身龙 而且在底下又填满了各种各样的回形底纹 可以说是一寸空间都没有放过 好不容易把这个花纹雕刻完了 这个时候你才会发现 这一尊青铜器的制作流程 才刚刚过了一半 然后就是置心被烧盒饭 浇筑打磨修整 最后才终于打工告成 但即便完成之后 你才发现 历尽艰苦做出来的这一尊青铜器 也仅仅只是贵族们餐具当中的一件而已 你看青铜的制作过程如此的复杂 而且它的使用又有这么森严的等级制度 所以青铜器也慢慢慢慢的从一个单纯的餐具和吹具本身 上升到了一个礼器和技器的地位 很多贵族会把青铜器拿来当传家之宝 所以这些周天子和贵族们在青铜器上还享有一个除了花纹以外的个性化高奢定制服务 就是在上面眷刻名文 少则几十个字 多则几百个字 基本上都是记录自己人生当中的高光时刻 比如被天子册封了呀 打圣仗回来了呀 大家族联姻了呀 等等等等 总之五花八门的大事都可以刻在这个青铜顶上 他们会认为啊 随着这个顶流传下来 自己的这些故事也会名垂青史 流放百事的 比如说这个非常著名的这个毛宫顶吧 他全文将近有五百个字是这个史上名文最多的青铜顶了 他记载的是周宣王的叔父毛宫 他一路升职加薪的故事 那个时候周宣王刚刚继任天子之位 于是呢就把毛宫叫到跟前 这个又是册封又是送礼的 还签订名万嘱咐 要毛宫给他打赴助 毛宫回家以后呢 就注了一口顶流做纪念 还把这个周天子这个赐予他的这两箱框的话都刻了上去 叔父啊 我们的先辈被打赢你 所以老天才让他们开创了周王朝 但是我刚记得实在是害怕自己会让国家陷入纷落 给先王带来优惧啊 叔父啊 我看这样吧 我现在命名协助我治理国家 你可不能懈怠 要时刻勤勉 让我能负责天下安定的地方 叔父啊 要记得不能对外胡乱发布政令哦 要是做的不好 那可是要亡国的哟 叔父啊 你千万一定要谨记啊 不要懒惰 不要续酒 不要纵容腐败 不要欺负你百姓 一定要牢记先王树林的典败啊 除了功能性之外 他还有一种信念感在里面 包括说古代的时候 我这个部落去打那个部落 我看打完那个部落之后呢 我还要专门到这个部落 这个祭祀祖先的地方 把这个祭台上的 这一堆青铜器都扫掉 才证明我真正意义上占领了它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 从这个材质的奢侈 再到整套冶炼过程的复杂 再到中间还有各种各样的 这个花纹的繁复 然后还有什么 卷客名文等高级奢侈的 这种定制服务 而且这些都只是一个餐具而已 这古人吃饭得好几个 这样的餐具 所以你说青铜器是古人 最豪华最奢侈的餐具套装 一点都不为过 我们现代人再怎么技法高超 科技法达 也不可能用这样的餐具吃饭了 我曾经去一个朋友家里面啊 就他们家吃饭是用那个 爱马仕的整套餐具套装 然后我到另外一个朋友家里面 去吃饭的时候 发现他们家的所有的餐具 后面都刻着自己的名字 那么问题来了 请问他们两个人 谁更有钱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